请收看维新世界 用意立人天 人类意志愿 人类合适去 尾独特牵手道 尾独特来健康 大家和业劍 最人出手好安心 最人出手好安心 大家和业劍 身体健康心安眠 身体健康心安眠 大家和业劍 最受感众好顺心 最受感众好顺心 大家和业劍 我男人哪太重点 我男人哪太重点 阴阳日月最长生 可惜天理难分明 今有真圣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欢迎收看用意立人天 师父混元禅师开示 风水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风水 这就是风水的基础理念 而风与水不外乎就是生活 很多人把风水定义为方位 浓穴 或者就只是一个部分而已 一经风水学 法门虽然是以风水为主轴 来结善缘 但是老祖师尊开示 风水融入生活 生活包罗万象 蕴含八万四千种的生活方式 风水学的妙法就是保护大地 保护大自然的修行 这也是功德 所以今天非常高兴用意立人天 我们邀请到的三位法师 现在就来做介绍 第一位就是卢州道场元祭法师 元祭法师 你好 阿弥陀佛 主持人及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我是元祭法师 接着要来介绍就是斗六道场 以及嘉义道场的助持 元祭法师 元祭法师 你好 阿弥陀佛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阿弥陀佛 我是斗六道场 嘉义道场助持元祭法师 接着来介绍就是内湖教室 元祭法师 元祭法师 你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主持人好 各位善性大德 各位朋友 阿弥陀佛 我是内湖教室元祭法师 我们知道就是 在我们的益金大学 正期班 也就是必须要修完两年的初级班 然后再有办法进入正期班 可是呢 我相信我们每位法师 包括雅琪也一样 我们进来学修的时候 一定要经过这两年的初级班 才有办法进入正期班 但是新晋的学员 这些入门的学员 大家一进来的时候 都很想把益金学好 而且大家可能有在外面 看一些文学艺 这些什么的益金看了一大堆 心里越看越慌 益金怎么这么困难呢 可是要怎么样 才能够新晋的时候 把益金学好呢 我们先请元祭法师 来跟大家谈一下 主持人 我个人的建议是说 你们在虽然已经进入到正期班 但有件事情要特别注意 益金的新法 是维京圣教特有的新法 在一般坊间的书籍 是没有益金新法的内容的 而益金新法里面 所谈到的很多 属于新法心性上 跟用意上的观念 这也是在坊间的书籍 所没有提到的 所以我建议学员 虽然说已经到了正期班 你在学医的过程上来讲 你要注意到说 房间的参考书 仅供参考 要记得这句话 一定要仅供参考 一切所有的用意 用意的原则跟用意的方式跟仪轨 一定要按照益金圣教 输入所传跟所有的法师 告诉你们的为主 其他的仅供参考 不要去买太多的参考书 然后混淆自己的观念 将来在用意上来讲 观念一旦混淆 要回归回来就不容易了 是的 这句话说得非常的正确 前一阵子我碰到了一位法师 他说他班上有一位在外面绕了快十年 然后再进来学习我们的 《易经风水妙法》的时候 他才说 以前我在外面是绕绕绕绕 绕到最后找到的就是我要找的 所以说学习我们的《易经风水妙法》 到底要怎么样 入门的时候要怎么样学习呢 来 袁淳法师 主持人 我们学习《易经》 其实孔子曾讲过一句话 他说玩意而有所得 那玩事实上就是要用 那用除了用之外 其实你的心境很重要 得失心太重 你用太严肃的心情 有的时候你反而给自己 太多的束缚跟压力 我学习《易经》用意 事实上我是从沾天气 真正才进入这个《易经》的门 才进入《易经》的这个殿堂 从天气当中去印证 那个是我最早开始研究《易经》 天气晴的时候 我就沾明天会不会下雨 今天下雨我就沾什么时候晴天 这样子一直累积一直累积 慢慢印证慢慢印证 那个是你的智慧 也是你的经验啦 那我们在说得更通俗的 有准不准没人知道嘛 没浪费啦 是 好 这个是你自己去累积啦 没错 没错 其实就是我们上次呢 就是也有一些贵宾来开示 就是节典礼的那一天 我们个人所学的知识 再加上经验 这才是最宝贵的 所以希望大家来学习《易经》 一直在开示我们这些的学员 大家学好《易经》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学好《易经》呢 而传授给我们 所以说跟我们实际上说 有的坊间很多书 怎么样子写很多书 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是的 因此我们很多新进的学员 一进来说他要写什么 写什么 写什么 这个我是比较就是 不能够跟他完全 苟同他这种说法 一定要一步一脚印 心诚则灵 不是说我想要知道什么 我就是必须要求到什么 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一方面也是要修为自己 接受这个师父的心法 一步一脚印 一步一脚印的 这样来诚心的学习 没错 我觉得我个人的所得 在这15年进入我们中门里面了 这15年当中 让雅琪受获最大的就是 我个人的心法 因为我觉得 就像刚刚我们的云尊法师 曾经提到 其实要说有多少财富 你觉得你并不穷 也觉得说你也没有缺什么钱 但是最大的就是我内心的这个感觉的 幸福感的指数提升到很高 我相信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求 有钱也不见得是幸福 不过我们知道就是说风水 师父开始说就是风和水 也就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 那一个房子呢 到底呢它的基本是什么呢 当然一定要流通啊 如果你的思念不流通的话 你说你人睡起来精神会好吗 那不见得的事情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研究研究法师呢 他曾经到了一个学员家里 信众家里去给他看一下 勘语一下他家里的洋宅 这个每个房间的煤味这么重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研究法师来 请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主持人 所有的风水里面的法则里面 我们要有一个观念 风水即是环境 环境即是风水 而环境里面 风水里面所讲的 事物的开示有三个要素 阳光 空气 水 这是风水的三要素 并不完全只是一个门向 或是一个龙虎边的问题而已 是 如果说环境里面 就像刚刚我去看了一个 一个环境 居住的环境里面 那环境里面进去里面 这个环境因为受到 大环境的影响 大环境里面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排水沟 所以他附近的环境里面 都比较潮湿 因为大家不喜欢闻到 这个大排水沟的臭味 所以那间 这个信似的家里面 他把所有的房间 同众窗户都说紧密不同 围起来 紧密不同 这个生活上习惯 这个东西没有收好 再从这个门口的东西 一直堆到房间门口的东西 走路都要闪来闪去 走路头不能抬头挺胸的走 一定要看地头 看着地上才走 才走到房间里面去 而房间里面 还有很多穿过的衣服 棉被都没有收好 穿过衣服 人穿过衣服之后 会有湿气 会有人的体味 会有一些流汗的问题 那你衣服要是没有把它 事实把它清洗把它挂好的话 整个房间里面 都是这个衣服跟棉被 那衣服棉被 它会吸收水气 再加上你把窗户通 准备观察起来 空气不流通 水气散不出去 阳光照不进来 结果造成鼻子都不好 那鼻子不好会有个现象 什么现象 鼻子不好的时候 记忆力不好 记忆力不好 然后睡觉的时候也睡不好 睡不好 人家脾气就不好 那记忆力不好 脾气也不好 然后做过的事情都会忘记 所以呢 那脑压就增加 就开始有一些幻觉 就开始有些幻觉 造成一些精神上面的疾病 要认为自己有忧郁症 或认为自己有精神上的强迫症 那事实上这都不是 都是因为环境 空气不流通 造成鼻子的问题 所影响出来的现象 是 是 因为空气不好 那你影响了 你就患得患失 不过你刚刚提到 你去看了这个信众的家里 真的衣服乱丢 穿的乱丢 棉被乱丢 什么都乱丢 我想到一个很好笑的故事 也就是我的朋友 家里找小偷 结果呢 钱了了几千块 没关系 他不是担心钱的问题 他心里想说 那个我越想越不好意思 因为我的房间都没有整理 那客厅也很乱 什么东西都很乱 小偷进去一定会觉得很好笑 这个真的我觉得它是一个 非常好笑的一个笑话 不过我们知道就是 好的风水呢 其实能够促进我们 万生万物的生长 那坏的风水呢 当然呢 这也会使我们的 万生万物来凋零 曾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水能载咒也能够覆咒 所以一般人常常疏忽 我们的生活环境的风水法则 到底有哪一些的疏失比较多呢 原成华士 主持人好 各位信众阿弥陀佛 在这个水 我们常说三管人丁水主才 所以说水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 那这一个事业或是一个居家 能不能赚钱 当然所要看它的就是水路的来源 的来路 还有跟周遭的情形 在这个十八年前 有一次有信就是师傅在台北演讲 在中国时报的时候演讲 那我就这个请这个师傅说 能不能到我公司来指导一下 师傅说有没有很眼啊 他先问这一句话 有没有很眼 我说没有啦 大概十分钟就到了 他说可以啊可以啊 那么他去看了以后 那师傅就在桌上 就在讲这个闲空爱心 其实那时候我也听不懂 听不太的懂 后面都是一些资深的这个同修在讲 那师傅讲很多讲的 我也是听不得很清楚 因为那个大概是十八年前左右 结果师傅要走了以后 他就叫我到旁边来 他说杨医生我跟你讲 你把那个水缸移到那个角落去 就是我们的龙边 就是我们的龙边 是 因为那水缸里面有打这个空气 还有这个过滤的水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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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花财 对对对对对 他说你就移到那边去 是 他说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他说把你的招牌升高 升高 他讲得很小声 他说这样就好了 那我就问说师傅 就这样子了 就这样就好了吗 对 他师傅他说就这样而已 师傅笑一笑 是 他说这个就是自然法则 你不用问那么多 照我这样做 师傅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个风水 自然法则 就是一个管 人家说风水车 整部车用得到 只有两三句而已 是 师傅也讲得很小声 因为学生都在后面 他就把我拉到后面去 那我就很疑惑 说师傅 就这样而已 那你就好了 就这样 那你就吃不完 是 所以说风水 其实了解它 是一个自然的法则 我们只要懂得如何去布置它 对我们就非常莫大的帮助 是 所以说 也真的常常遇到 有一些师兄 或者是一些信众 当我们的法师 去跟他调好了 或者是师傅调好了 他后来他会加了这句话说 就是这样而已 就套在一句师傅的话 这样而已你就吃不完 就是因为你没有这样做 就是法则不对 没有融入大自然 所以说 其实等你等得 等你晓得风水 或懂得用意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其实它是非常有趣的 所以我们提到 就是说 我们人在世界上 其实就是说 要了解大自然 它的整个来龙去脉 它原本就是具足了这些法则 而且一经风水的妙法 它其实就是 让我们领悟很多很多出来 像我们的法师 他们跟随的师傅学修 当然是自己要实地的 再取很多的经验 慢慢地累积出来 领悟出来 有更多更多的智慧 所以我们想请我们的 原尊法师来谈一下 我们风水名词里面的 勾成啦 成舌啦 它跟我们屋宅 跟我们人体的部位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在谈勾成成舌之前 我们先谈我们那个房子的门面 我们房子的门面 就是物相 就跟我们人一样 门面 是 我们人就是这个脸 门面 那你房子的门面 一样 你说石砖脱落啦 好大门斑驳啦 或是说大门外一边 已经锈掉啦 锈尺啦 不对称啦 或是整个门面的 黑色发黑 长青苔啊 你看这间房门面这样 你看这间住在这里的人 闻得好吗 可想而知 是 所以那个就跟我们的人一样 你一个人出去 捧手购面 没有无精打采 你说你这个人 闻多好 也很油寒 是的 所以那个都是跟我们相对应 那构成成舌 事实上就是房子的中宫 中间 中宫 所以它影响到的 就肠胃啊 心脏啊 是 那你像有的成舌 化分磁在中宫 有的时候还会出 精神方面的问题 精神疾病 是 那你像洗衣机啦 水珠箱啦 有的就心脏心臟没力 那甚至 有的化分磁在中宫 家里面大家 都不讨厌 讨厌很严重 是喔 影响到文昌 影响到智慧 那这个就是 对应在我们的身体 那事实上 这个 跟我们的八卦也有关系 比如说你房子的前宫 外面前宫 有相冲 它伤到可能就伤到 前就是脑袋 手 前为手 可能就伤到老腹 也可能会伤到一些 这个骨 骨 筋骨 骨头 或是肺部 前为筋 那你或是梨挂 有冲煞 有露冲等等 可能伤就伤到眼睛 是 或是说高血压 是 等等 这跟我们的后天八卦 对我关系 是是 那么可不可以请你再更具体说 比如说像我们的前队里 这你训坎更坤 这在我们的人体里面 在我们的身体呢 它涵盖了哪一些 让我们的很多 想爱学习易经的人 让他知道说 其实这些方位 也是我们人体的部位 前为手 就代表我们的头部 好 对卦 对为口 对卦为少女 对卦为金 它也是为肺 是 黎卦 黎为木 黎为火 它就是中女 有的时候就影响到女孩子 或是影响到眼睛 正卦 正为雷 正为长男 正为木 它有的时候伤到肝或是脚 那种训 训为长女 伤到有时候是伤到长女 有的时候会伤到你的神经系统 那再来坎卦 坎为水 坎就是肾 那你像很多座北向南的 屋后有相冲 那个可能就肾 的影响就会非常 伤到肾 对 然后梗卦 梗就少男 少男 那梗 梗为背 梗是为背 梗为鼻子 梗 那坤坤为父 坤为老母 坤就是父母 是 所以你像这些相对应的 有时候昆卦 受伤 可能就伤到妈妈 伤到母亲 是 所以说 其实学习《易经》 不是只有学习术而已 《易经》跟我们的万生万物 跟我们的宇宙之间的人事物 都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其实法师们跟随师傅 为我们的世界和平 来共转法轮 也就是说希望大家平安 大家祥和 世界祥和 就是达到我们天下一家亲的目的了 我们知道就是说很多人喜欢在屋顶的顶楼 常常看到的就是可以种花 种菜 甚至养鸡 幼儿人 养一些动物在上面 最常看到的就是这个鸽子的龙 就是鸽龙 鸽子的屋子弄得高高高高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养鸽的人 就是训练这些鸽子 让它这样飞来飞去 所以顶楼养着鸽舍 或者加建鸽子的这些排泄物 加上来这些东西 到底在我们的风水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请原济法师来跟大家开始一下 主持人 刚刚这个原济法师讲到说 中宫就是钩层跟藤蛇 别忘了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是一个立体的 所以太极也是个立体的 是一个六方弥合的环境 所以不是家里面的中宫 底下有买个发问池精神就有问题 中宫也有头上的中宫 所以在一个房子的屋顶上来讲 中间也是构成很藤蛇 尤其在以前早期 新北县也就是现在的新北市 很多住家的屋顶都建鸽舍 为了养鸽子要晒鸽 所以他把鸽舍都建在屋顶的上方 而且就要建在自己居住的正上方 为什么他建在自己屋顶的最上方 因为这样就不会影响到其他的 侵占到别人的这个屋子的范围 但是你屋子的上方 屋子是一种动物 它是会有所谓的鸽舌 会有鸽舌的问题 排泄物 排泄物的问题 那排泄物问题 你等于是住在一个大型的厕所的底下 是喔 对 上面都是晦气 对 大概厕所一下 而屋顶的上方 那个讲的门面 除了是窗户之外呢 上面都是晦气 人家的踏脚都会滴滴 踏脚弓 头部就不会很清醒了 是 而且鸽舌的排泄物 那个气味 那个气味也很重 那鼻子也会不好 那鼻子也会不好 所以在早期来讲 我在新北市看到很多 像这样有见鸽舌的环境上来讲 财运不拒 摔鸽 偶尔赢一点 输的大部分都很多 对 说要赚 那个养鸽子的人都说 他想多赚一点钱来养家 结果他养鸽子的钱 还没有什么 他输的钱还要多 是 所以其实这些顶楼的风水呢 也要特别的注意 当然如果说像这样子 晦气不好的话 也要影响我们这个顶楼屋下的人 那更是就是得不偿失了 不过我们话题又转回来 想请用一下我们的原尊法师 刚刚一直提到门面门面的问题 有人说在我们的嘴巴里面 门牙掉了一颗 是不是漏气就是漏财的意思 门牙 对啊 对啊 那个是会有那个现象 是 门牙嘛 那个在我们的五官 事实上都是门面 那你看我们嘴巴 事实上嘴巴在意境来讲就是对挂 是 对挂 对为责啊 对 那责挂 责事实上就恩责大地嘛 责会大地 人要有水才能生活嘛 是 所以嘴巴 师父所讲的就是广长责相 那说出一些对大家真正有利有益的事嘛 所以嘴巴对为责 那你讲讲讲 会口干舌燥啊 会有口水啊 那对挂劲啊 会金生水啊 是 是 所以跟我们的财运有关了 因为水就是财嘛 那如果你破一个洞漏气了 气也是一个财运的意思嘛 都可以这样来做解释 所以有人问我说 这个是不是要补 一定要补 不要忘记了 那当然我们知道了 其实风水不是只有谈到风跟水 家里的这一些的摆设也是很重要的 譬如有人喜欢就是说挂图啦 艺术品啦 甚至呢有水植箱啦 还有更多更多的名画啦 到底要怎么样来布置 要怎么样如法的位置来放它呢 把它放好 这到底有什么样的案例 跟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请我们的原程法师也来跟大家来谈一下 主持人好 在这个一个案例里面 我有一位协生 他事业也做得非常好 但是呢 每一次他出差到分公司去的时候 比如说到高雄或是到台中分公司 出差出气 回来下车就晕倒了 下车就晕倒 他去医院检查 医生也百思不得其解 是 说是什么原因 后来他说 他说 是不是能够 请我去给他家里 他说看一下 他也是很铁齿 非常铁齿 但是冤了几次以后 冤了两三次以后 他就不 讲话就比较收敛 他说是 是怎么一回事 就不是铁齿 牙齿比较软一点 对 就是漏风了 牙齿就漏风了 那么我就去看 他家里 结果他是怎么样子呢 他在二楼的时候 中间的地方 也就是构层跟层层 他放一台冰箱 是 中宫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的心脏 那么我们的冰箱 比如说我们是在 这个设定在 十度或五度C的时候 它这个 这个压缩马达 温度不到的时候 他就又启动了 但是他一启动的时候 他人就不舒服 中宫 那么中宫 在九宫里面是 管四十嘛 那么在我们 这个名词里面就是 但是构层跟层层 也是 不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 对我们身体上 在技嘉上 或层层上 都不是很好 那么我就跟他说 因为他很贴旨 我也不跟他多说明 我只是跟他讲说 你把这个冰箱拆掉 放到楼下去 不要放在中间 是 因为中宫 他管四十 春夏秋 是 四十 那么四十 那么他一年四季 等于太岁 他就是在管你这个 技嘉全部的 所有的动作跟情形 跟他这个 风跟水的这样子流动 他说 他说我也跟他讲 我说你就把他拆掉 搬到楼下去 之后 身体就改善 当然不是说完全没有病 是 就改善很多 他也就不再贴旨 那我就问他说 要不要来念 好好好 他说我现在身体很好 可以来念 所以说这个风水 对某些人来讲 他有亲身经验过 他就不得不对 大自然的法则要欺负 是 没错 这对我们这一次很好的教训 没错 其实如果你违反了大自然 大自然是会反扑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 来学习易经 可以防防于未然 欲其无所生 当然风水的法则 就是充满在我们的 居住环境的空间里面 我们稍不留意的话 有可能造成伤害 而这伤害 如果说风水病 风水医 你能早期发现 早期改善 就会没事 万一它如果是真的 形成病因 已经伤害到我们的肉身了 当然那就是另当别论了 不过我们刚刚知道 就是说 谈到屋后 这些风水违反的 风水法则 容易产生的感应 跟预防要怎么样来化煞 我们还是请 我们的原中法师 来跟大家谈一下 屋后风水法则 现在的建筑 所遇到最常发生的状况 就是像壁刀 或是像象冲 或是防火象 或是鹿冲 这种情形 真的很常见 那所遇到的这些例子 你屋后象冲 有的伤肾的也有啦 伤肝的啦 肝不好 肝肿瘤的 也有开脑的 脑部有肿瘤 脑部开刀等等 这些通通都有遇到过 那都是屋后象冲 那你屋后象冲 师父曾经传过一个妙法 就是用泰山石感当 但是你泰山石感当 你后面要有空间 你才有办法放 石头 不然你后面没有空间 你要放 事实上也有些困难度 是 那后来师父有传一个法 就是用麒麟 二楼三楼四楼 楼上可以用麒麟来划煞 那麒麟是在 我们规划院原谱法师 他那边师父设计 然后他去 他目前有做好 好像那么大一块 按在二三楼 麒麟也可以划煞 那个是屋后的象冲 那你像这些方位 这些影响 那你像我之前 几年前遇到一个就是 眼睛 眼睛病变 然后一直严重 一直严重 一直严重 药物控制很有限 然后他房子 他家里就是 他房子是坐西北向东南 刚好在虎边 虎边一栋高楼 公寓大楼 虎边刚好是梨挂 梨威婆 那就火磕金了 那他房间 他的床铺所睡的位置上面 刚好在瓦斯炉 睡在瓦斯炉上面 他眼睛 就伤到眼睛了 那后来我去看 我说那你房子 你这间房间你不要睡 是 换个房间睡 不然你睡在瓦斯炉上面 那个影响很大 那外面白虎方 那就梨挂 梨威婆 那我说不然你就改玄关 是 改玄关 建议他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 所以后天八卦 他的方位确实有他的影响 是 所以可能对我们一些初学者 或者是对信众来说 你在听的时候一定会觉得说 怎么那么奇怪 真的会这样子吗 或许你可以解惑解疑一下 所以我想就是说 先请我们三位法师 先来告诉我们大家 我们每位法师的问世时间 或者是要怎么联络你 那圆基法师 请你来告诉一下 怎么样联络你 你的问世时间是怎么安排 因为我们目前 都在台北市开课 现在台北市有住校 一个固定的地方 是 现在每星期二 那边就在上课 因为这个教室才刚刚成立而已 所以电话号码上面也没有 是 不过可以打电话到卢桌道场 是 打电话到卢桌道场 我来询问 那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我就会跟他 跟你们联络 是 好的 那民众法师呢 你的问世时间呢 我的问世时间 斗六道场是每个礼拜二的上午 九点到十二点 那嘉义道场是一三周的星期三 也是上午九点到中午十二点 是 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时间记起来 如果你是在就近的话 你可以有很多疑难的事情想要知道的话 其实就可以打电话来预约时间 那原程法师呢 我是每个星期一的下午 从两点到五点 我会在这个道场上面 在教室里面为信众为服务 有问题的话 可以每星期一的两点到五点 我会在那边跟各位服务 你的电话跟地址要怎么联络 台北市内湖区新明路174项 一号五楼 这样子 电话呢 27905517 0227905517 对 因为内湖就是北区嘛 对 所以要加上02 要记得 记得我们的电话 如果你有亲戚朋友 有任何一个问题 都可以到我们的道场 来请示法师 法师会一一的为您服务 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 一般我们在住家里面 风水的问题 在家庭当中 或者在社会任何一个角落 都有可能发生的 那无论任何一个问题 其实都跟我们风水离不了关系 所以床位 有人说床他家里的房间摆设的非常的好 可是床位如果如法的话 那你在睡觉的时候一定睡得非常的安稳 但是如果床位不如法的时候 或者是摆设不对的时候 其实是会影响到我们 什么样才叫做如法的床位 原计法师 主持人 床位所说叫如法 我们床位的摆设 第一个要先选择床位的位置 这个位置 绝对不 前后左右 包括上面下面 绝对不能靠厕所 你选择你床部的位置里面 绝对不能在厕所墙壁 或是说 右手边左手边 前面后面的墙壁 你就紧贴的厕所 床位绝对不能紧贴的厕所 或是说在厕所的下方 或是在别人厕所的上方 而且除了厕所之外 床位的位置的选择 也尽量要避开厨房的部分 厨房 不要在厨房的前后左右跟上下 两边都尽量避开厨房的位置 那你在最好的方式来讲 是你的床部的本身来讲 第一个床位的床头 床尾的部分 要向房子的中间 向房子的中间 然后床的前后左右 不要有镜子 不要有电视 不要有镜子电视 千万不要贪图 看电视方便 把电视按在床尾的位置 这个地方 在风水上的印证上来讲 常常看到把电视放在床尾 或是在侧面 造成的不韵 还有所谓的这个膀胱 或是密钥系统这方面的病症 或者是子宫 卵巢这方面的病症 非常的多 是 即使是现在 以前的真空管的缩辐射 比较强烈 是 就算现在的所谓的疫经的部分来讲 它仍然还是有相当的程度的影响 所以床尾很重要 还有床尾的下方 千万不要放金属类的东西 不要放金属像一般不用的铁床 或者是这一个运动器材 什么哑铃 重量训练这些铁器 不要放在床尾阵底下 这方面我的印证上来讲 常常就是所谓的腰部 或是说大腿神经上来 造成脊椎上的压迫 这也很多 是 所以因为现在寸土寸金 大家就说如果有一个空间 那里面就把东西塞满了 反正塞满就好了 可是没有想到 就是我们刚刚 研究法师他提到的 就是说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其实床底下干干净净的 那一些不需要的东西 其实可以两三年不用 可以淘汰掉了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非常的节俭 但是有时候节俭反而带来麻烦 所以一个房子也没有办法 积了很多东西 还是一定要这样子 可是有个问题 那个圆主法师我想请问一下 像刚刚我们的圆基法师他提到了 如果说他的床位 刚好在厕所 隔铃 但是这已经都是盖好了 那要怎么办 要怎么样把这个空间距离把它腾出来 如果都已经盖好的话 就是你看最起码 你不要靠着墙壁 你最起码留个一尺的空间 是 不要直接靠着墙壁 那弄个床头柜可以吗 当然床头柜可以的话 因为如果你是比如说 右手靠墙或是左手靠墙 当然你那边 空下来 空下来放个床头柜 是 感觉上可能比较没那么好 没那么美观 是 所以为了不美观没关系 但是为了平安 对 那也可以 退而求其次就是这样 是 只有退而求其次 把伤害捡到最低 不过有一点我想就是说 床位会不会影响到生育 如果说 怀孕的人 那要怎么样来保护自己 缘际发生 你有这样一个案例要跟大家分享的 床位 如果说 这个 绝对会影响到生育这个问题 那一般我们都 现在年轻人比较没去注意到说 这个胎神 其实胎神就是 那小孩子在怀孕过的时候 他的灵性还不是很稳定 所以你在居住的时候 你的床位 如果说你会发现你自己已经怀孕了 床位千万不要去移动它 不要移动它 就算换个床单也要考虑一下 是 换床单也要考虑一下 但是我们在居住环境 为了卫生环境问题 我们不可能不去换这个床单 不换这个床单 所以它底下有两项的建议 第一个你怀孕之后 你要选择安胎 安胎你可以选择 师傅有传一个妙法 妙法就是你要准备一块红色的布 宽大概七寸左右 那长度不拘 宽七寸左右的红布 红色的棉布 那长度呢 可以把自己的肚子围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你在出入的时候 可以避免一些动土的冲煞 动土的冲煞 那如果说你真的环境里面 这周周都在动土的话 你又真的没有办法离开那个空间 师傅还有传一个妙法 那个妙法就是用七色线 七色线 七色线呢 七色线 你用一种去外面买那个七色线 然后把你住家 那个你的房间那个部分 就是你怀孕的那个房间的部分 沿着那个屋顶跟天空门 接触的那个角落那个地方 围成一圈 我有一个学员 他就是他怀孕的时候 刚好左右邻居都在动土 跑到别的地方去他还在动 都刚好在装潢房子 所以每次他下班回到那个空间 他人就很不舒服 可是你也没有地方跑 你总共人家要睡客厅 是啊 是啊 怎么办呢 后来师傅就叫 你就用那个七色线 把天花板的围一圈 好像结起来一样 天花板围一圈 房间的天花板 对房间的天花板 哇这是一个妙法了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但是呢 真的床不能动 那原忠法师我听说 古时候的人说 如果怀孕了 只要不要动到胎神 要想办法 有人拿扫帚打打打 这样可以吗 对 其实他一般 如果是真的逼不得已 一定要动 一定要搬 其实最保险的方式是 差不多十天或是两个礼拜前 只有先回娘家住 哦 那你这边真的要动 要弄再去做 是 所以 那这个是师傅传的 我觉得这样子是 应该是比较保险的 对嘛 你把胎神都打走了 这个样子 把胎神打走了这样子 他要保护啊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一定呢 我们有妙法谱传 譬如说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这本妙法谱传呢 就是我们的传家之宝 其实有很多保护我们的妙法 那这个都可以来请购 各个道场都有 一定要好好地 如法地 来依教奉行 这样子呢 就可以保家里的平安 不过我们知道 因为现在生活水准提高了 家里的水塔一个比一个大 容量一个比一个大 甚至呢 为了要节省能源 我们还有 有一些人做了一些太阳能板 但是这些空间 到底要如法怎么样摆设 万一自己摆设不好 不只伤害到自己 可能影响到对面的人家 那怎么办 原成法师 吉思杰 这个我们在北部的时候 装这个太阳能 是有人装 但是不是数量很普遍 那么一般如果有装的话 就是说它的居家 因为在北部的话 就是说 几乎都是公寓 那么公寓如果要装的话 不是你一个人说 你要装就可以装 是 那么在南部的话 是因为它都是单层 透天的 对 透天的 它要装 随时可以装 因此在我北部的时候 我有碰到这个 装这个太阳能源 这个面板 来征求过我的时候 我是跟他讲说 因为太阳能它是一个power 它也是一个身材的工具 它平时所用的电 多的它可以储存起来 但是它不能够装在这个浮边 因为它也是一个动能 是 因为它储存这个电以后 在储存箱里面 然后它没有用电的时候 它这个电能释放出来 所以说它也是一个动能 也是一个赚钱的工具 因此不能够是在浮边 也是要在浮边 是 这样子来住这个 我们日常的生活 就是财运方面 能够增见我们的收入 其实要放水塔 或者是我们的这些的太阳能板 我们都是要特别的注意 放错了位置 不只伤害到自己 也会伤害到别人 那就失去我们学习易经的本愿 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 我们学习易经 我们知道要很感恩的心 我们的鲁班先师 他就是我们建筑跟土木的祖师 所以也 我们的鲁班先师 他也发明了文工词应用的大智慧 所以让我们家家户户 都可以得到如法而平安 可是我们今天要请我们的原尊法师 跟大家谈一下 这个鲁班工词 文工词的殊胜 还有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哪一些的法则 原尊法师 我们鲁班子 他有分 一般人说 很多的都说 红的就好 红的就好 那红的 红的 红里里面有财本 还有义跟官 事实上 我们所用之 是以财跟本为主 财跟本 那义 一般都是寺庙 可以用义 官 那公家机关 像警察局 法院 官 那是可以 但是我们一般住家工厂 店家 都是以财跟本为主 那 我们的文工词呢 以大门最为重要 内大门跟外大门最为重要 而且是 大门的内框 内框是来 一定要财跟本 高度也是一样 高度也是要财跟本 那至于 再来就是我们的神明厅 神桌 神桌 神桌的高度 神桌的高度 也是以财跟本为主 以从地上 我们的楼板 楼板面 量到我们神桌上方 神桌的那个桌面 这个高度 要财跟本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那还有我们的办公桌 办公桌 事实上办公桌的高度 师傅也开示过 这个不必拘腻在财跟本 因为每个人的身材不一样 有的高 有的矮 你为了要合文工词 可能这个人桌子坐起来 就相对不对称 也坐得不舒服 是 所以桌子的高度 就不必执着说 我一定要下文工 是 是 是这样 那 财本 那住家 大门内大门 一定 你如果没有下文工 我建议找时间 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改过来 是 是 所以文工词要怎么量法 我相信就是说 你来学习易经的时候 你自己慢慢去学习 你不只家里改善的 而且你带个文工词到朋友家 帮他聊一下 你们家合适还是不合适 这就会见真章的 要求平安 我们家里的大门很重要 师傅常常开始问说 蒙青金处四妞 这个大门很重要 要符合文工词的这个规格 所以有一个很轻松的话题 我想请三位法师来谈 我们坊间 我最近听有一个朋友说 他去哪个地方 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八字 就是我们的八字命是很重要 但是 为什么坊间 我这位朋友会遇到说 有人在改八字命 可以改吗 八字命是先天 老头八字命是天主庭 八字命改 在早期来讲 是因为要和婚的关系 因为我们早期要结婚之前 都要先和婚 女生要嫁给园外 对 都要把它许一个大富大贵的 是 如果八字能改 人就不必修行 世间也就没有因果了 所以早期会有改八字的 这样的一个习惯 其实很多是因为 是为要和婚而用 因为不想让自己的八字 但是这个也是 当时算命式的慈悲 也不能完全说 他就在欺骗世人 因为思想 其实所有的姻缘 都是来全身所定 是 你要是说让这个女孩子 嫁不出去 或是那个男生 娶不老婆 其实也不是一件好事 是 所以为什么八字命 绝对不能改呢 原主法师 八字命我认为是 它所谓的改是怎么样的改 你如果以我们宗教来讲 八字可以改 修行可以改变命运 我绝对相信 对不对 你看师傅也讲那么多 了凡视讯里面所开示的也是一样 是 八字可以改 你后天真的可以改变 是 有些人一看 奇怪你的八字命如此 为什么你这么样过得这么好 已经改了 那是因为你个人的修为 原主法师 论命 无命可论 因言果报 是 所以说这个修行在个人 在我们在一生之中 占有非常重的比重 所以说还是要注重修行 不是说我命不好就要改命 没有 没有这样子的 是的 所以命不好 你可以改你的运 运怎么改 靠你自己 你的心很重要 你的修为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 上位法师来我们接受 用意地人天的访问 而且贡献出这么多的智慧 我相信可以带动了 我们所有的用意地人天 家家户户都非常的圆满 谢谢三位法师 谢谢感恩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主持人 同时也感谢收看 用意地人天 师父混言禅师开示 大家学艺经 国家社会见太平 阿弥陀佛 工作宗主持人 花魂相残 遙不佳 自即日起 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MOD 以及卫星系统